斗士党脱离祖国行动联盟后 有意和西蒙合作迎战周选 不过成信党属立主席沙拉胡丁表示 西蒙需要先和国阵商量 才能决定是否要和斗士党合作 马来西亚《前锋报》报导 沙拉胡丁昨天授询时说 西蒙和国阵早前同意应该先专注现有的合作关系 不再和其他联盟或政党合作 沙拉胡丁还说 根据他的经验 西蒙会等待斗士党主席穆克里兹要求正式会面 之后西蒙会有所决定或和国阵讨论 然后再表明针对斗士党寻求合作的立场 成信党击打州主席马夫兹早前和穆克里兹会面 根据马夫兹 斗士党有意在中选中和西蒙合作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 穆克里兹也接洽了击打一党主席沙拉胡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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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